《薩姆爾記下》第四、第五章 蘇羅的兒子伊斯波切聽說 厄尼爾在希伯倫死了,就勇氣全燒,所有以色列人都嚇得混身坦緣。 那時有兩個兄弟巴拿和利甲,是伊斯波切突擊隊的隊長,他們是臨門的兒子。 臨門屬於便雅敏之派,住在比錄,比錄成現在是便雅敏領地的一部分。 因為比錄原來的居民逃到吉他音去了,至今還寄居在那裡。 蘇羅的兒子若拿丹有一個兒子,名叫米菲波切,從小腿就卻了。 他五歲的時候,從耶斯列傳來蘇羅和若拿丹陣亡的消息。 塔利保姆聽到消息後,就抱起他逃跑,倉皇中把他吊在地上,他就成了弱子。 一天上午,比錄人臨門的兩個兒子利甲和巴拿來到伊斯波切的家,當時他正在五休。 開門人一直在西小麥,後來困了,就睡著了。 利甲和巴拿就從他身邊流了進去。 他們走進屋裡,發現伊斯波切在床上睡著了,就刺殺了他。 割下他的頭,隨即帶著他的頭顱連夜逃走。 越過約旦河谷,他們到了希伯倫,把伊斯波切的頭顱呈送給大衛。 並向王大聲說:「看啊,這是伊斯波切的頭顱,你的敵人蘇羅曾經要殺你, 這人就是蘇羅的兒子。這次上主為我主我王報復了蘇羅和他的全家。 但大衛對利甲和巴拿說:「救我脫離所有仇敵的上主為我作證。 從前有人告訴我,蘇羅死了,以為給我帶來了好消息。 但我在洗甲拉抓住他,把他殺了,那就是我對他報信的籌報。 現在有人把一個無辜人殺死在家女子的床上。 這樣的惡人,我不是更應該籌報他們嗎? 難道我不應該讓你們為他的血負責,把你們從世上除掉嗎? 於是大衛命令他的年輕人殺掉這兩個人。 他們就照做,撼下了二人的手腳,把他們的軀體掛在希伯倫的水池邊。 他們又把伊斯波茲的頭顱撞在希伯倫在厄利爾的墳墓裡。 第五章 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都到希伯倫去見大衛。 對他說:「我們是你的骨肉至親。 從前蘇羅作我們王的時候,你已經是以色列軍隊真正的領袖了。 上主曾經對你說,你將要作我指紋以色列的牧人,作以色列的領袖。 於是大衛王就在希伯倫與以色列全體長老在上主面前納約, 他們高立大衛作以色列的王。 大衛開始執政的時候是三十歲,總共執政四十年。 他在希伯倫統治猶大七年零六個月,在耶路撒冷統治全以色列和猶大三十三年。 大衛率領手下到耶路撒冷攻打耶布斯人,他們是那裡的原住民。 耶布斯人嘲笑大衛說:「你絕對盡不了者女,就是黑眼的和徐腿的也能把你擋在外面。」 耶布斯人自以為很安全,但大衛卻攻取了石鞍的堡壘,那城現在稱為大衛城。 在進攻的那一天,大衛對他的軍隊說:「我恨惡那些徐腿的和黑眼的耶布斯人, 凡是攻打他們的人都應該通過水道進城。 從此有俗語說:「黑眼的和徐腿的不能進殿。」 大衛把這個堡壘當作自己的家,稱他為大衛城。 他抗建了者作城,從人攻階地開始逐步向內擴展。 大衛的勢力一漸強大,因為上主天君的上帝與他同在。 退羅王希蘭派使者到大衛那裡,夾他帶來了香柏木、木像和石像。 這四人為大衛建造了宮殿。 大衛知道,上主為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的緣故, 確立他為以色列的王,並且賜福給他的王國。 從希伯倫遷到耶路撒冷之後,大衛又取了更多妻妾,生下了更多兒女。 大衛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兒子的名字是沙姆亞。 索巴、拿丹、所洛門、益核、以利舒亞、尼匪、阿非亞、以利沙馬、以利亞大和以利法列。 非利時人聽說大衛已經被高納為以色列的王,就調動全軍來找捕塔。 大衛得知他們要來了,就進入了堡壘。 非利時人過來後,布滿了整個利凡音谷。 大衛求門上主說,我應該出去跟非利時人作戰嗎?你會把他們交給我嗎? 上主回答大衛說,去吧,我必定把他們交給你。 於是大衛就去了巴利、比拉森,再那裡打敗了非利時人。 他哭著說,這是上主的作為,他像濱湧的洪水那樣衝垮了我的敵人。 因此他稱那個地方為巴利、比拉森,意思是衝垮之主。 非利時人把他們的偶像丟在那裡,大衛和他的手下就沒收了這些偶像。 但過了一段時間,非利時人又捲土重來,再次報滿了利凡音谷。 大衛再次求問上主該怎麼辦?上主說,不要直接攻打他們,要擾到他們後面,在楊樹林附近攻擊他們。 你聽見楊樹山上紛輝有行進的腳步聲,就要警覺。 那時上主行在你前面,是他要擊敗非利時軍隊的信號。 大衛就照著上主的吩咐去做,擊敗了非利時人,從機片一路殺到機式。